掌声有请 有请 男嘉宾阿超27岁 来自山东是一名销售 女嘉宾小于29岁 来自江西是一名培训师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女生好 欢迎两位 谢谢对我们节目组的信任 实际这是一个悬崖边缘的婚姻 我这么理解 对吗 对 男生是想放弃 对不对 是的 女生还想挽回 是吧 对 孩子是八个月 对吗 对 男孩女孩 女孩 第一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女生想挽留这段婚姻 是因为女儿 还是因为还爱这个男人 我觉得两方面的因素都有吧 男生 今天要来意味着什么 我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节目 能解决我心中的这些困惑 好 我们两个人认识 是因为通过一次这个聚会 一段时间之后 那我就 因为工作方面的关系 跑到国外去了 跑到国外去了之后呢 她让我回来 给我打了好多电话 就是我觉得挺感动的 我也回来了 我们就把婚结了 之后她是跟我一起去国外的 在国外期间 我们两个吵过一次价 是因为我跟客户去吃了一顿海鲜 她说价格太贵了 因为刚开始去那边嘛 收入各方面都不是很稳定 吃一顿海鲜 花好几千块钱 我心里还是蛮心疼的 回去之后我就一直在说她嘛 说她很不高兴 她就说那我们不合适 然后我们就离婚算了 把孩子打掉 那是第一次跟我提离婚 那个时候的孩子的话 才两个多月 这算是气话吧 确实算是气话 如果说那样就离开了 可能有点可惜 但是后来的矛盾 就越堆越大 对不对 对 后来发生了什么 因为我们走的是商户签嘛 我只能在国外待三个月 待三个月之后呢 我就回国内待产了嘛 然后矛盾的引爆点又是说 我回国待产之后 到了八个多月吧 她也从国外回来了 然后我就说 生完宝宝之后 你再去国外这样子 后来这段期间她也答应我了 然后她就玩游戏嘛 花了蛮多钱的 然后那一次我们又吵了一架 但是好像她没有提离婚 等于在你孕期八个月的时候 对 先生从国外回来 我回来 她说你不要工作了 陪我 其实我那时候跟她说 我说后面的话 如果说我不工作了 我们的婚姻可能会出现问题 因为这个经济来源 一旦断了很麻烦 她说没事 等她生完这个孩子之后吧 第二天我记得是 然后因为一件小事 就是我内心就憋不住了 什么事 就是因为换掉布的事 她母亲说用纱布 我觉得用一次性的 我把那个纱布 就扔到垃圾桶了 她妈就觉得不同意嘛 我内心是不愿意的 因为她还在医院嘛 我就坐到外边去了呗 坐到外边去了 她一直给我发微信 就说对我妈尊重一点 我当时我就 我这里打断一下 就控制不住了 因为她对我母亲的态度 非常不好 出言不逊 我们就在微信上吵起来了 吵起来我就按耐不住 之后的话就是 把我哥啊 然后把她父母啊 都叫过来了 后来她又跟我提了离婚 这是第二次 一场尿湿引发的风波 事儿搞得很大是吧 我父母那边呢 原来是想在那边 可能多待一段时间 出现这个情况之后呢 就回北方了 然后呢 我在她家那边 待了大概一个多星期 我也就回到了北方 回到了北方 我想去转型 做一个销售的工作 然后在转型期间呢 我问她想不想来北方 她说北方我是不会去的 没有 期间其实还发生过一些事 就是在她母亲来我家的这一段时间 因为我跟宝宝出色嘛 然后她母亲带了一些钱给宝宝 其实她母亲这个钱没有给到我 就是给到她了 但是她没有跟我说 然后她还继续跟我说她没有钱 然后我又给到钱给她 让她去北方发展吧 这样子 我要解释一点 就是说我母亲给的那个钱 因为包括她家给的所有的钱 我都交到她手里了 我手里如果说 我不拿我母亲那个钱 我是没办法出去的 是这样吗 然后在 她母亲来之后那个钱 是给到她了 没有给到我 这个问题我特别想问清楚 对 是给到她了 婆婆来之前 有没有给你打钱 给了 给了 对 婆婆来了之后 又给了一笔钱 但是她没给你 对 给她 这个事其实我不后来 我不跟她说 她根本不知道的 等于就在女儿出生 一个礼拜之后 你带着母亲和妻子给你的钱 又去北方了 对不对 对 那这件事情我们就摆在这了 OK 下面我就特别问一句 两位现在的经济状况怎么样 因为我上班了嘛 孩子的费用 我妈的费用 孩子看病的费用 孩子的奶粉 全部是我一个人负责 是你 先生呢 基本上底薪是非常低的 大概就是两千多块钱 不是她去北方了吗 其实有一段时间 我是也是去了 她说的就是我很 所以接下来 我这个问题我要问你们俩 我大概还有三个问题 我就问完了 让老师他们看 怎么去解决 我第一个问题 是一共通的问题 既然双方的前男友和前女友 都那么好 当初为什么分开 就是因为我跟她谈了很多年 然后的话 她能不在中国 在国外 还在读书 读博吧 可能我这一边 也不想继续再等她了 是因为她不娶你 对 男生 你跟前女友 就自己不够优秀 自己 自己脾气不好 或者自己不够努力 我再直接问吧 谁踹的谁 人家踹的我 第二个问题 女生给三个女孩 想要这个 是从孩子出生这么久 她基本上就是 没有照看过的 一直都是我在照顾 男生我问一下 孩子如果真的跟你 实际是跟你父母对吧 不是 我在我老家 哪怕是少赚一点 我要 我要给我 女儿足够的 那为什么不能 现在就你们两个 一起去回你的老家 虽然你们挣得少一点 但是 不是一家人还团圆吗 有 这个解决方案 你们在你们的 这个婚姻方案里面 提到过 或者设计过吗 女生有过吗 因为在她家发生 挺多不开心的 然后 有一次我是 就是前脑也没戴 手机也没有戴 然后在车上 她就跟我说 要跟我离婚 然后我就一气之下 我就下车了 然后我带着 我抱着孩子 我不知道去哪里 手机也没戴 前脑也没戴 然后的话 我不想是这样的 我连她家在哪里 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不会去北方 就是我向她道歉 因为那个时候 是 我这么问你吧 如果她愿意带着女儿 跟你一起回到 你的家乡去生活 你们可能挣得少一点 你还愿意要 这段婚姻吗 我肯定会要 这段婚姻的 肯定会要 女生是一定 打死不会去她家的 你害怕 如果在那个地方 你受到了欺负的话 就更加无依无靠了 是吗 对 没有任何人帮助我 然后我跟她吵架 她妈妈 我真的哭 我就说 我想离婚 但是不知道 我孩子怎么办 她妈妈就说 不要哭了 很大的声音 跟我说 不要哭了 我不想再这样了 那她母亲 有没有说到 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当你说到 要离婚的时候 她母亲就说 叫我不要离婚 她不是不给钱 给我跟孩子吗 她妈妈给 但是事实上 她妈妈就 一直都没有给 就是 就是她妈说到的很多话 其实一个都没有做到 我 她从去年的 九月份到现在 没有给过我一分钱 也没有给过孩子一分钱 所有的费用 都是我家庭在支出 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累 不仅这样子 就在这一段期间 我还是不断地给她钱 不是她给我钱 好了 所以 为什么还要这个婚姻呢 可能就是害怕吧 觉得离了婚 不好 因为我 我的整个家族 基本上也是很多人离异的 然后看到 他们的宝宝 非常非常的不开心 然后孩子也不愿意回家 我觉得他们就是 我那些亲戚的孩子 我就很可怜 我不想 让我的孩子 走他们的老路 好 我要问的问题 大概就是这样了 剩下的 我们来交给我们的三位老师 一起进入 求笔特问卷 女士 其实你的感受都是对的 她确实没有那么多的感情 和爱在你身上 我知道 如果她对我有爱 她就不会一而再而三地 在网上约然吃饭 更能聊天 然后 还跟前女友 说我的坏话 跟她的同事 朋友 但生活才是目的 你明明知道 其实在一开始 你们就不适合 但你为了迅速地 把自己快速地嫁出去 你还是选择跟她结婚 你可能觉得 生了孩子之后 把孩子也当成一种手段 能够挽回一个男人的心 让他把心停靠在家里 但事实上你是错的 我为什么说 你们俩不适合在一起 主要是因为男人 我觉得男生太虚伪 你别看她上台之后 特别地礼貌 你别看她 在跟你的描述过程当中 数次地都说 我好像想负责任 我特别想要孩子 我会独自把她带大 我认为这都是虚伪 这不可能 你说这些话 你自己内心都不相信 为什么 你说了多少次分手 离婚 你说了四五次不下 孩子刚刚生下来 才一个星期 所有的男人 都还沉浸在 做父亲的愉悦当中 你一夜 喝谷方红糖 真情60秒 其实我思想 如果你能够改变 那些坏毛病的话 我觉得 我们可能还有希望 但是 如果你还是 还是这个样子 可能我真的 就是没有办法接受 其实我真的过得很累 所有家庭的重担 都是我一个人在承受 我觉得我有点自身不下去了 我觉得我们俩 其实聚在一起不容易 不论怎么着 我也非常感谢 能遇到你 有所成长 然后遇到你 我内心是非常开心的 我对萌萌的爱也是真的 我对你的爱也是真的 请回吧 两位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 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F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 剧力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我们来看一看 他们在这个现场 此刻做出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 与他们的浪漫吧 各位请见证 手太良了 快走 以后会好好对你 好吧 不会说这些 真好 好好照顾 以前说我不对 好吧 我会好起 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 好 来亮灯吧 把孩子打掉是你说的 对吧 是我说的 离婚是你说的 说过 不给孩子抚养费是你说的 是我说的 所以我特别想我明白 像你这样一个如此优雅 有礼貌 对孩子那么轻易的人 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我拜托你 活得真实一点 好吗 好 谢谢 其实我是图类老师的 那个粉丝 关注他好多年了 就知道是你 你做好你的妈妈吧 回吧 行 谢谢老师 晚安 团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